你好 欢迎收看3月12号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陈慧玲 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 今年初第二阶段的环平案过关 新北市政府预计在今年底开始动工 而今天下午也在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 举办了第一次的公厅会 邀请地主听听地方意见 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 今年初二阶环平案过关 新北市政府预计在今年底开始动工 而今天下午新北市新公处 在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 举办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工程 第一次的公厅会 科长表示这一次公厅会 主要是针对目前工程路线中 还未征收的土地 邀请地主来听取地方意见 把我们的这个计划的一个需求性必要性 来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厅会 来做一个一个适当的一个说明 让这个涉及的这个地主 以及其他的民众乡亲 都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个必要性 跟需求性以及影响的一个程度范围 那像这样的程序 我们今天收集完了之后 还会再召开第二次公厅会 除了再做一些强化的说明之外 也会针对第一次公厅会的这个民众所提的意见 再做一次简单的一个回复 那之后我们才会再进行 有关于用地取得实际做这个征收计划书或协议架构 科长表示工程用地取得法定程序是必须办理公厅会 透过公厅会邀请地主还有利害关系人及相关单位 现场许多名义代表也都亲自出席 在公厅会上将整个流程向大众说明 不过在民众发表意见当中 就有地主表示市政府以最小范围征收土地 之后剩下的私有地就变得零星破碎 产生许多问题 希望市府要征收就一并征收 那为什么我会建议一并要征收 因为百万之九十的面积都已经征收了 那剩下来的要继续做农作的那个 做农作的使用 事实上土地效益非常低 是没有完全征收了 那就是说后续我剩下了一点点的农务用地 我不知道我以后要经过我的农务用地 我要走哪一条路 永春介绍我们政省 告诉你 那在福祉的什么 在福祉的什么人 你敢说没有太阳 你当时的新积的地平台高昂 和我们相对有一些地位 有一个学业 和合的行政理 就是这样 除了不要说 你这些适当性 和我生病都不用说了 只有这些对我们这些地图就很厉害了 现在你们要征收 要征收那一部分 又没有全部征收 说明一放又放四十年 我觉得你们如果要整体规则 应该我们地主这些 要我们全部征收走 也有民众反映市政府征收土地价格太低 环境影响等因素 但是由于北侧道路目前面积总共有22.8491公顷 而私有地占了30% 也就是7.0403公顷 地主总共有109笔 在经过这一次的公厅会之后 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不希望自己的土地 被切割最小范围后征收 有的农用土地也产生无法跟座的问题 而对此市府将会收集意见之后 在第二第三场公厅会 才会决定用协议架构 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进行 记得许多安逸 但是在我们的